第一个我先剪一下我们现在佩戴这个头盔的话也是现在的话就是说全世界还是知名的品牌就是潘索 然后呢主要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到了攀岩的地方我们必须要把头盔戴好 然后呢头盔的话就说主要是保护头部以防山底的落石滚下来砸到头 然后呢现在我们主要操作一下这个万锁 然后万锁的这个单鼓的承受的重量是2.3吨 然后两鼓加起来是承受4.6吨的重量 然后白色的这个袋子我们把它称之为是动力吸收器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我主要讲解一下这个万锁应该怎么去操作 我们张开张开手然后呢弧口卡住这个弯曲部分 然后拇指跟食指卡住然后往下拉 先要往下拉然后往后扳 这个张开的口必须要大 往下拉往后扳 现在的话就我们会操作一只手 然后呢两只手同时操作熟练一下 下面呢我主要讲解一下我们在攀爬的过程中注意的一些事项 就是说我们攀爬菲拉达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圆形的这个是锚点 中起点跟中点都是这个圆形的锚点 我们到了起点的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把两把锁都扣在这个铁丝上 然后扣好之后如果这根铁丝在我们左手边的话用左手把绳子扶起来 然后两只手抓着钢丝或者有些地方的话有扶手 抓着扶手慢慢的往上攀爬 然后呢到下一个点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用一只手抓着铁丝或者扶手 然后另外一只手去换锁换锁的时候只能一把一把的去换 必须保证一把锁在这个铁丝上 然后慢慢的就是说慢慢的往前走就行了 然后呢我们中间还有一把锁 这把锁的话我们把它称之为是休息锁 然后呢这把休息锁的话就说主要是用在猪尾槽上 直接扣着 然后呢身体往后靠 绳子拉直 然后呢慢慢的两手放开都是没事的 就是切记一点就是说我们把休息锁换好之后用力的往后靠 这个时候的话腰部会射不了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垂直往上攀爬的时候 可以把一把锁可以挂在这个铁丝上 然后呢另外一把锁的话可以挂在这个扶手上 然后慢慢开始攀爬 然后攀爬的时候下面这个我们挂在扶手这把锁 跟我们肚子平起的时候 我们又要把这把锁取下来挂到最高点 然后呢继续慢慢的攀爬 这样攀爬的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从上面冲坠下来 掉下来的时候 它的距离会很近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说可以两把锁的扣在这个铁丝上 慢慢的往上攀爬 这种的话就是说我们从上面冲坠掉下来的时候 掉下来一块距离就会相对来说长一些 所以说最安全的方法也是一把锁扣在这个铁丝上 另外一把锁的话就扣在这个扶手上 慢慢的往上攀爬 然后呢中途的话就是说大家要切记一点 就是说禁止两只手同时去换这个锁 如果这种换锁的话就是说到脚一彩滑 我们就直接从悬崖上掉下来了 然后呢我们在换锁的时候 就是说很容易把两股绳子这种脚在一起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就是说我们一只手必须也是要抓着钢丝或者扶手 然后另外一只手 另外一只手的话就是说取出一把锁 慢慢的把这个绳子解开 然后又挂在铁丝上慢慢的往前攀爬 然后到前面一个点的时候 我们也是抓着扶手或者是铁丝 然后呢一把一把的去换这个锁 然后换完锁之后我们走斜坡的时候 我们的右手或者是左手就不需要再扶着这个绳子 因为它会跟随着我们它的这个这两把锁的话 会自动的往下滑 然后到终点这个圆点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把两把锁都取下来 就是说再切记就是说在其他的点上是不允许把两把锁都取下来 到终点之后我们就可以把两把锁都取下来 然后呢挂在自己的右手边的这个装备环上 刚听完刚才我的讲解 大家也自己先体验一遍 然后我们就继续攀爬了